高僧 士灵论 堂老人家所得的 舍外臣学子得意言分别 舍维斯祥得真法界 舍外臣得学子 认为外境真实有得意言分别 都是心 第六意识 起心动念 去祈祷过照安逸的名言 接着舍维斯祥得真法界 入元臣时 那么前官无相舍外臣的相分 后官无生舍维斯祥 了时无性啊 就是元臣 就是真如啊 那么又常以法理 他经常呢 跟这一些他的弟子 舰属们登山去游冠 有一会上山的时候 四面野火烧过来咯 大家赶快跑啊 就散了 唯有灵论法师呢 这个大德 安然的往前走 如平常一样呢 就告诉了 那这一些见识说了 心外无火 火时出于至心 心外无火的火 其实真实就是心 就是心 要你执着游火 哎呀 赶快啊 可以逃跑了 那么无有免火 有对立啊 无有免火 他对那个维持的道理 火就是心啊 就是至心 所编 就是心 没有其他的 唯有心是没有外境的 他还是一样的 很安然的往前走 走到的地方呢 那个火靠近他的身边就熄灭掉了 就熄灭掉了 被吸收了 另外啊 有一位高神叫四道英 他入于兵里面呢 躺在雪当中 就上头 你一点感觉寒冷都没有的 如是啊 随事以法来对之 就是维持观啊 他重认自在 不以为难的 世事在在 是由于通达维持的道理 外事的这一身有爱的执敬啊 岂能够障碍他吗 而静就是心啊 他通达维持的道理啊 当他讲这起信论呢 讲到心真如门 讲到心真如门 远然就入定了 真如三昧啊 在起信论当中修真如三昧了 所以古来的大德啊 有修有正啊 太多了 我们对汉传的父啊 要有信心啊 要有信心 有信心啊 也有信心啊 没想到 好啊 太多了 OK 太多了 所以我们相信有点快 太多了 然后先来说 太多了